结束了 结束了 可能我少了任务 任务 这个任务是 个人磨磨叽叽的干啥玩意儿呢 整点实际的行不 这个是别的太可气了 Round 2 你去数数数数 你去数数数数 你去数数数数数不好的有几个人 你去数数数数不好的有几个人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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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月亮 今年的月亮 我是我的地 右手坐着你 完全不记词 那将是你牵 一出现 那是 那是我 我的 下一个接唱 左手指约的是 你准备好吗 这不能怪我啊 这是我们的缘分 我只能说 准备接招吧 一出现 那是我 那是我 我的 拜拜 呼呼 有好多人刚好那个 你接唱啊 对 你交了任务啊 啊 对 接唱什么呢 哦 都是主乐 我在外面都得出现 周深突然降落的好消息 超惊喜 周深加盟 12日参加广东佛山银河左岸音乐节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 本来形成密集的周深 竟然能冲出时间参加这个音乐节 博山的米子有福了 该音乐节将在9月20日下午13点18分开票 记得调好闹钟 这个国庆寒深量满满 太期待了 另外 周深常驻音宗音乐园计划的年度庆典 也将在9月16日上午10点开售 售票平台是美高梅 信上商城小程序和大卖网 演出场所是中国澳门美师美高美一楼平台 澳门焦点报详细报道 并介绍了这次盛典的情况 歌手们将以合唱的方式 重新演绎前面节目的歌曲 也就是大家会听到全新搭配演绎的全新版本 还会演绎部分歌手的代表作 想去的朋友记得订好闹钟购票 周深惊喜现身2024湖南卫视芒果TV 中秋之夜的彩排现场 一身白色西装在灯光的照射下更显身是气质 动听的嗓音回到婉转整个场馆 周深对歌曲情感张力的把控真的超绝 从威威到来到高音 Hello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乐园之夜正是团圆的好时候 从许下心愿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抵达终点的 这个中秋我们奔赴心愿乐节目 前面给大家透露过 周深将参加9月25日的微博音乐盛典 微博综艺官微有一个转发送门票的活动 大家可以去碰碰运气 还有一个好消息 近日2024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大会 即首届数字音乐年度庆典 揭晓2023到2024数字音乐年度荣誉名单 周深演唱的多首歌曲获得荣誉 一 圣楼获得年度数字歌曲 二 小美满获得年度影视歌曲 三 启愿山海获得年度游戏歌曲 四 我以渺小爱你获得年度公益歌曲 每首歌曲都好听 恭喜周深 结束了 结束了拍摄 今天 今天的舞台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反正我觉得还是蛮酷 还是蛮酷 还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 辛苦了 今天佳哥老师跟周深老师都特别的 现在正在看 当时 房间里的导播的镜头的回放 感觉 感觉 感觉是不错的 今天 跟周深老师 还有扎哥老师 完成了两个非常特殊 非常有意义 非常帅的两个舞台 还是很开心 然后 感觉好魔幻的 之前一直在准备这个歌 然后 编曲啊 录制啊 混音啊 然后 突然就来了澳门 然后就 又见到了他们 然后又再录制 然后一下子就录完了 感觉 这一切结束还是感觉有点 不那么真实 但是 梦总是有 会醒的事 希望这两首歌 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也希望你们去 媒体的平台 去多多计时这两首歌 然后 之后 我也会努力 缠出更多的好歌曲 然后 希望之后也能跟 佳哥老师和周深老师 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因为我其实还有很多杀手锏 都没有使出 我觉得 如果能够有后续的合作的话 要说周深今年听到的 频率最高的词是什么 那必定是二专和加唱 今年5月开始的 周深10周年巡回演唱会 普一官宣 就被全国各地 甚至海外的歌迷盯上 首批巡演的9座城市 共11场演唱会 常常秒授庆 大批抢不到票的歌迷 纷纷呼吁周深加唱 在大家的强烈呼吁下 南京厂和沈阳厂演唱会 都成功加唱 但13场演唱会 依然无法满足周深 庞大歌迷群体的需求 于是 在原计划的收官场 北京鸟巢场 双场开票都秒授庆后 周深工作室 终于再次官宣加场 重庆 苏州 南昌 南宁 各大城市也在陆续解锁中 目前在郑州录制 河南卫视中秋晚会的周深 再次被粉丝包围并贴脸开大 让他郑州加场 周深对粉丝的呼唤 继续有回应 笑着点头 还大声回应粉丝 好的 这句好的 让郑州的歌迷兴奋不已 看来郑州加场 也已经提上日程了 火爆的演唱会 必定还会继续加场 暂时还没有巡演的城市 也不必伤心 2025年也快要到了 说不定2025年 巡演城市 就由你所在的城市了呢 一起拭目以待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歌手 就是你们好吗 好 哇 没想到 来沈阳开演唱会 太幸福了 因为你们太热烈了 谢谢你们 都听说在演唱会 如果指哪里 哪里的翻呼声 就会随着大声 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吗 是 好 这边呢 那如果我只看台的朋友 那个呢 那个呢 好神奇 那如果是这样呢 谢谢你们 大家听到的第一部分的歌 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我 比较缥缈 比较武风 刚才演唱的歌曲是我的新专辑 反声代词 反声代词的两首歌 让大家拿过去听一下 这场新专辑 然后刚才演唱的圣楼 说的是执念 每个人都有好的执念 和坏的执念 你希望不要被他困住 然后第二首歌是警报 是送给每一个 忘记爱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一直在照顾 所有人当时忘记照顾了自己 有这样的人吗 有 有 接触到这样的警报了吗 有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压力都很大 就发现很多时候 因为很多采访都问过我 如果我有魔法的话 我最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魔法 我说我想要拥有 可以把别人变成小孩子的魔法 因为小孩子就可以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 想吃就吃 因为我们现在压力很大 就很多时候你觉得 哎 你想哭会很担心 哎 场合会不会不太合适 想笑你会觉得 哎呀会不会有点尴尬 想吃也会有各种困扰 就很多时候 都应该给自己 就是被自己 自己把自己的空气都抽空之后 要给自己说一句 没关系 哇 对 希望你 因为这世界上是没有万能的答案 但希望你在那么苛求自己的时候 也千万不要忘记 给自己搜那么一颗牛扣 告诉自己 你没有百分 也没有关系 你不完美 也没关系 因为依然有人 会爱你 听到了吗 听到了 看台的朋友听到了吗 听到了 看台湾 晋雷 将来 一千万 一千? 一千万 二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